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紅髮為什麼不自己吃下橡膠果實 只有第一隻一組吃才有用 就開始我分析 最近開了一個新的discord海賊王討論群 我會把網址放在下方 點擊就可以加入了 在海賊王1054的話 我們看到了紅髮海團掠奪橡膠果實的過程 這個其實有很多點可以分析 首先本貝克曼說了 船上好像有吸啤酒 耶穌布說真麻煩 但紅髮義無反顧的說我們上 這裡有可能本貝克曼跟紅髮成的反義件 畢竟本貝克曼是當初最聰明的人 也就是紅髮海團的大腦 而在這次他的臉很像露出了疑問 很像在說到底為了什麼 要那麼拼命的感覺 所以紅髮海團是有可能不知道橡膠果實的秘密 而最明顯的那就是一臉懵的吸啤酒 說了他們衝著什麼來的 船上應該沒有寶藏吧 只有一顆惡魔果實 這非常明顯 吸啤酒根本不知道他們在運送神機果實 在搶奪中也有提到 這顆果實能把人變成橡膠的果實 這句話並不知道是誰講的 但我覺得可能是CP9 或者是紅髮海團船員 比較低可能是紅髮 以上可以得知的事情是 紅髮很高機率知道橡膠果實的秘密 船員可能不知道 而CP9是被蒙在谷底的 而世界政府在妮卡覺醒後解釋了一切 吳老星說了 每個時代的世界政府都試著回收過橡膠果實 可是800年前過去 他卻從未落入世界政府手中過 這顆惡魔果實 簡直就像是一直在躲著我們一樣 這可不是胡說八道 動物系的果實本身就寄託的意志 更不用說這顆有神之名的果實了 然後就說了橡膠果實的另外一個名字 尼卡果實 這段對話非常有意思 等等的分析會帶到這段對話的用意 以上就是以德制的劇情 以上會有幾個疑問 我們先假設前面說的 紅髮知道橡膠果實的秘密成立 為什麼紅髮知道橡膠果實的能力 其實是尼卡 那紅髮為什麼不自己吃下橡膠果實 畢竟你知道尼卡為理 你卻不吃這不是很少 你可能會說紅髮已經有頂級霸王色了 但我的論點是 頂級霸王色加上頂級果實不香嗎 今天就著重分析這兩個問題 為什麼紅髮知道橡膠果實能力的秘密 這個論點其實不好推測 因為紅髮出場的技術不多 但是還是有一些細節 首先他有次來到五老星的權力之事 將要與五老星談某個大海賊的故事 這段其實有點奇怪 紅髮本身是海賊 而他想當上海賊王 那不是跟五老星對立著嗎 這點其實有很多可以分析 像是紅髮是天龍人 或者是他跟世界政府有交集之類的 今天先不談為什麼可以來到五老星的地盤 所以這裡推判的是紅髮可能在世界政府那邊知道了橡膠果實的秘密 畢竟第一個提出尼卡的人就是五老星 第一與世界政府的交集 再來就是紅髮在羅傑海團上得知的 這個點有很多方向 像是羅傑是橡膠果實能力 雖然大家不是很認同這個 畢竟羅傑並未使用此能力 還有凱多說過羅傑不是果實能力 但我自己的論點是 羅傑當初在最終之島的時候 所有人都笑了 有可能是在最終之島吃下橡膠果實能力 畢竟橡膠果實能力就是讓大家歡樂的一顆果實能力 而回到船上紅髮哭了 是因為羅傑沒有找到手術果實 所以他死了 紅髮在哭了 最後羅傑死後 把橡膠果實交給了龍 這才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龍要到現場 用果實轉移法拿走橡膠果實 給鹿九吃掉 所以才可以懷孕20個月生下礙事 不然很難解釋為什麼鹿九可以懷孕20個月 如果20個月在海賊王正常的話 那韋田就不會故意提到這個點 雖然韋田說是靠意志力 但是意志力肚子也會破吧 所以這裡大家最認同的推測是 鹿九曾經吃過橡膠果實能力 最後才落入CP9手上 再回到紅髮手上 這是我自己的推測 這很高機率不是正確的 畢竟這一連冠太多了 但聽起來算合理了 以上要說的論點就是 紅髮可能是在羅傑海鸞他們探險的時候得知 第二 羅傑海鸞 再來就是創立紅髮海鸞得知的 他們自己夥伴探險出來的結果 這就沒有劇情可以分析了 只是有這種可能 但可能性應該不大 畢竟紅髮海鸞在掠奪橡膠果實的時候 本貝克曼那臉有點不是很明瞭 紅髮的作為的感覺 第三 紅髮海鸞 以上就是紅髮知道 一般人不該知道的橡膠果實秘密 再來就是紅髮為什麼不自己吃下橡膠果實能力 你如果搶奪了一顆果實 有很多種選擇 像是自己吃 或者是交易掉 或者給別人吃 這三點 自己吃跟交易掉應該都不成立了 因為當初要自己吃找自己吃了 要交易掉找交易掉了 沒有必要意外被吃掉 所以這裡最有可能的就是 要給別人吃 紅髮一直在等一個人的出現 第一 紅髮在等一個人 而這個人必須要是第一支一組 我的論點是 如果紅髮真的知道尼卡果實能力 那自己吃下不就好 畢竟可以變成尼卡遊合不可 那可是超強的 紅髮沒有理由拒絕吃掉橡膠果實 當然你可以說他想游泳 那太搞笑了 所以我的推測是 必須是第一支一組吃下 不然紅髮真的沒有道理知道這中間的秘密 自己卻又不吃下橡膠果實能力 必須是第一支一組的人吃下 是目前最好解釋紅髮沒吃的原因 我在兩年前曾經說過 他是在等艾斯 當時好像很多人都不是很認同 畢竟當時橡膠果實還不是尼卡果實 但隨著橡膠果實變成尼卡果實後 開始看到很多外國分析的 也有在討論這個論點 讓我有點開心 原來我並不孤單 艾斯是真的很高機率是他在等的人 畢竟那是羅傑之子 而且剛好就有個D 如果大家對那論點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 最後落入魯夫手上 剛好他也是個D 所以紅髮順理成章 把羅傑的意志交給他 第二必須要是第一支一組 而前面有一句話 那也能詢問 吳老星說過 動物系果實本身就寄託的意志 這個意志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有很多種方向 像是上一個主人的意志 會延續到下一個主人的意志 有沒有可能魯夫很多舉動都跟羅傑一模一樣 也可能是這個果實意志的關係 確實是可以討論的 或者另一個說法是 這個意志或許跟D有關係 也就是只有D能繼承尼卡 太多種可以胡扯了 我只能說吳老星講出這種話 真的讓大家有很多種遐想空間 紅髮還有什麼拿著的理由嗎? 當然有 那就是可以拿著果實 遠離世界政府 畢竟他們是對立的 前面提到的吳老星說過 世界政府800年來 一直都試圖得到橡膠果實 但總是失敗 而紅髮如果知道橡膠果實的能力 真正的秘密 那紅髮這裡就是老子不給 第三 遠離世界政府 以上就是這兩個論點的分析 而紅髮為什麼在1054話說 要去搶奪大祕寶 明明有很多時間去搶奪 偏偏在這個時候 這時候到底有什麼時機 大家第一反應 很有可能就是妮卡覺醒 或許大祕寶跟妮卡覺醒有關聯 這是有可能的 證據就是世界政府想要橡膠果實 因為世界政府是害怕大祕寶被別人發現的 在戰國頂上的時候就知道了 白屋子說大祕寶之後 戰國臉都快掉下來 所以這裡推測 紅髮就是在等妮卡覺醒之後 才要去拿大祕寶 但這又很難解釋為什麼羅傑可以找到大祕寶 但這裡有個解釋空間就是 羅傑說我們來得太早的意思 除了海王還沒出生之外 另一個可能就是沒有覺醒的妮卡 所以紅髮就是記取羅傑當時的失利 所以等魯夫覺醒後才開始行動 大家覺得紅髮為什麼知道橡膠果實的秘密 紅髮為什麼不自己吃下橡膠果實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分析 可以幫幫我喜歡加訂閱 如果想要第一手接收到我的動態 可以按下小鈴鐺 可以看到我的PO文 也可以到Bilibia阿邦安追蹤 還有FBR個讚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